哈囉 大家好 我是婆皮 今天呢 要教大家怎麼樣分辨就是 電棒的內卷跟外卷有什麼差別 然後再來就是呢 要怎麼樣夾啊 才不會夾出 就是在髮尾夾出醜醜的折痕 就這兩個 簡單的教學 好 然後因為我現在頭髮就是比較長的關係 所以說呢 我必須坐在地上 然後鏡頭從很上面拍我 才拍得到 就是 我的髮尾 不然我拍不到我的髮尾 對 那就是 等一下就是以這個狀態跟大家教學 那如果說有一些 有一些步驟需要比較近的 我就會到比較近的地方 近拍一下這樣子 好 然後我今天使用的是 32mm的電棒 它就是燙起來會是比較大卷的效果這樣子 然後呢 在我們開始之前 我們必須很注意的一個東西呢 是電棒上面這個蓋子 那就是這個蓋子它會決定 你的內卷跟外卷 然後還有你會不會有折痕 那我們現在先示範 就是一般 如果你想要比較氣質型的女生 比較會常用的就是內卷 那 OK 我們就一樣喔 先 一般來說 如果你要捲的時候 頭髮最好是分層啦 但我今天方便示範 我就沒有分 OK 那我們現在拿出一撮頭髮 然後如果你要捲內卷的時候呢 你的夾子的這個蓋子啊 就是朝向外面 就是你的外側 然後這個時候你要注意的是說 你要往裡面捲 對 你要順著這個蓋子的方向 這樣子才不會有折痕 OK 好 然後稍微等它 熱一下 再放下來 再放下來 這樣就是內卷 然後我等一下近一點再示範一次 內卷的時候呢 夾子朝外面 朝外面以後 我們只要順著往內卷 基本上就不會留下折痕了 好 那我來假設一下 如果我們今天蓋子的方向錯了 會發生什麼事 假設呢 我今天要捲內卷 可是我蓋子卻朝內的話 然後 我再把它往內卷的話 你看這邊其實就會拉扯到 然後就因為這樣子拉扯到下去卷的關係啊 等你這樣稍微熱了以後 再把它拿下來 這邊就會有一個很明顯的 很明顯的折痕 這樣看得到嗎 這樣有一個很明顯的折痕 這樣就會醜醜的 然後這也是很多女生 用電棒的時候 常常會遇到的一個問題 那現在內卷示範完 我們先進去示範外卷 然後示範完之後呢 我們再一起比較內卷跟外卷有什麼差別 好 那既然內卷啊 它是蓋子朝外 然後卷上內卷的話 那其實外卷就是一件剛好相反的事情而已 所以說當你在卷外卷的時候呢 你的這個蓋子要朝內 OK 所以我們現在一樣 隨時都要洗脫頭髮 然後蓋子朝內 蓋子朝內夾了以後呢 然後 從你的外面卷進來 所以這樣就外卷了 好 那我一樣就是近一點再示範一次 就是我們的蓋子 外卷的時候 蓋子朝內 然後從外卷進裡面 這樣叫外卷 好 熱一下 再把它放下來 OK 那兩邊都來 就是我們兩邊都完成之後再來看一下 就是其實一般啊 內卷會是比較 保守 然後比較 氣質的感覺 然後外卷呢 它會是比較 狂野 然後 奔放一點的感覺 所以說呢 呃 就是可是 因為像我自己的話 我其實不想要 太過保守 也不想要太過狂野 所以我可能 平常我在卷的時候 我就會 一束卷內卷 然後一束卷外卷 就是我會以此類推這樣卷下去 那 呃 枕頭的頭髮 它的卷度就會比較自然 而且它也比較不會有 很明顯 就是比方說 狂野風格 或是保守的風格 這樣子 但是 就是 因為這個是外翻吧 所以它就是會有比較 你知道 分放的感覺 對 大概是這個樣子 OK 好 那經過今天這樣子的 小教學之後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比較知道 就是 怎麼樣去使用電棒 然後 什麼是外卷 什麼是內卷 然後 怎麼樣頭髮才不會卷一卷 然後有折痕 這樣子 因為我真的覺得折痕很醜 對 那 然後呢 就是 如果說你想要了解更多美容方面 彩妝方面 髮型方面的各種資訊的話呢 歡迎上我的個人網站 個人網站在這邊 個人網站 個人網站這樣 對 那 然後我們的頻道呢 每個禮拜五都會更新 所以說 如果你想要 想要 想要 想要了解更 就是更密切追蹤我們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訂閱我跟這兩隻 小瘋狗的頻道 OK 那就這樣子囉 掰掰 拜拜